今天我們有Riz教練 他在這裡 新客人我們叫他Riz 但如果我們熟悉就會叫他 大家平常在不同場地 在大場或GFA都會見到他 其實大家都蠻熟悉他 不過如果在鏡頭面前的大家 應該是第一次見他 他本身是一位見美運動員 他現在開始玩見力 我之前就給了一個計劃 他也跟了一個計劃 力方面也有進步 但我們找到距離的目的 首先來講一下一個比較普遍的題目 因為大家都知道 暫時以我的體型 教大家如何減肥 知識上和行動上 我都做過 但在現在的身形上 如果你剛認識我 你就應該覺得我未必有資料去教 但作為一位健美運動員 Mole 他就會跟大家講一下 如何去做增肌減肥 如果我們有黑日來找我們 我們會怎樣教他增肌減肥呢 第一件事你會跟他說什麼呢 通常都是 可能會在飲食那裡著手 首先了解一下 客人平時飲食的 究竟是怎樣 怎樣吃法 吃什麼 最大的原因 有很多都是 不做運動的 還有夜睡 但最主要都是生活作息 我通常遇過最多的客人都是這些 通常他們去辦公室工作 我們就會問 你平時是吃飯塔 自己帶飯 還是親餐露蜜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問這些 通常我們都會問這些 很多人都會問 有一個教練來到 那我應該是會 那一堂會是包些什麼做些什麼的呢 通常 如果你聽我說 通常我都會說 45分鐘重量訓練 再加15分鐘高強度 就是HRIT 如果Mole你教你 你會跟客人怎樣說 通常 如果剛剛初次接觸健身的時候 最主要都是要跟他們說 你們來到 不是說玩完就算了 就是真的要下手下腳去教你們一些動作 譬如很簡單 你練肩膀的 你不是說 做個動作給你看 這樣向上舉 你的肩膀就會懂得好 那你變相了我們教練 不用操練 就是這樣說 你看Youtube也可以 就是你有很多 關節 肌肉 那些位置 怎樣先行 就是最主要一件事 你要整理好動作 那你去到後期 去做一些 真是比較專注的訓練的時候 空背駁手腳 這樣你就會得心應手一些 還有會快很多 增肌好減肥好 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那些人減肥 就純粹說 做大量運動 那些通常 我們一開始都會說 其實它是比較浪費時間的 最後還是要增加你的肌肉 無論對你現在減肥 對你老了之後的肌肉質素和密度 都是很有幫助 所以通常 例如我負責去接收一些客人 然後Moe會負責去教 如果教健力的就是我 如果教健美的 比較細節一點 專業一點 有些人比較硬性 有些人想玩結尾比賽 我一定會給Moe教 因為他有經驗 他自己的身形說服力 也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所以我也會叫Moe 直接跟他捏過 最後一件事要問 如果真的不少人 是承不起做NPT的 給他們兩個建議 怎樣去減肥 一個建議是減肥 一個建議是增肌 做健身的時候 或者減肥的時候 有些什麼可以告訴他們 首先 增肌好 減肥好 都是離不開 作息很重要 有很多 你又煙又酒 有很多凌晨才睡覺 是不是 那你變相了 你根本你的人都回復不了 你身神代謝 你真的要11點到2點的時間 才是最好回復的狀態 那你們經常都不睡覺 是不是 認真 你維持到你的磅數 身體質素 其實已經是萬幸 你別說你想去減肥 或者增肌 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是這件事 你先不要退化 都已經很好了 沒錯 第二件事 就是負重 其實你增肌好 減肥好 其實你都需要去做一個負重的運動 人就一定要負重 那你的肌肉 你維持得好 那你的BMR 你便會上升 你上升了 那你燒脂等等 那你便會快很多 是不是 首先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飲食方面 那增肌 有很多時候 都是我們見美的角度 叫做我們 off season 那真的吃到大大件的 吃到大大件 那操飲就會更好力 那你上升肌肉 都會容易一點點 就是相對 因為 有時候 譬如你增肌 有些人真的過瘦 那你 可能因為你體脂本身是過低 因為你脂肪是可以幫到你去 供應到一個能量 去粗野之餘 你還是釋放荷爾蒙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至於減肥 最主要都是控制你自身的熱量 那坊間有很多那些所謂的 間歇斷食法 生酮飲食 那你問我 我自己 我覺得這些是可行的 短時間之內 真的可以降低你的體重 但是 如果你問我本身 建不建議一般人去這樣做 我就不是太建議的 是 因為你減肥減得快 那你 ein一定要降低肥減過 就 определ ticket 其實人士沒有追求在短時間內減肥 所以 有時候有到的 舞台 經常有學生說他參加2個月減肥比賽 有獎金 所以那些其實不是太健康 那些吹捧得經常在尖沙咀走 他突然傳到一室內 所以大家就要聽Mo說 因為其實這些比較資訊性的東西 為什麼我要找Mo來呢? 因為大家很少聽到我講 一些這麼細緻的資料 我通常都是講經驗 玩健力的經驗 還有一些科學的研究 或者一些構造 再加上如何進步 但是Mo他本身讀很多證書 也有十幾年現身 我玩了五六年 所以他是一個雙倍 所以之後我會找Mo 還有找其他教練 多一點和大家講一講 不要經常對著我的樣子感悶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如果你想報名PT1on1 是指明要Mo教的 你記得WhatsApp或Inbox我的時候 就想找Mo教練 或者Reese教練 R-E-E-E-S-E Reese 想找他的話 你就告訴我 請問這條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次再見 拜拜